抓一只会飞的固拉多 啊 这一条评论就有500多人点赞 我发现这一届观众对于固拉多能飞 很有执念啊 行 今天就满足大家 来我们把这个普普通通的固拉多放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坐上去 直到现在都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对吧 但是 3 2 1 对 大家没有看错 固拉多竟然飞起来了 今天实现了固拉多以及兄弟们的一些愿望 希望大家在这里能给李某人点播赞 感谢大家 话说有没有人想看原始回归形态的固拉多 想看的弹幕可以抠个想看 我就带下期给大家抓一个 那这样的话 三种形态的固拉多我们都会有了 读到我这期视频结束 这一期视频就给大家到这里啊 点赞过3000 更新下 你可真是个魔鬼呀你 把大师求或公园求真了 虽然上一期千辛万苦才弄到一个 但是既然观众都说真了 这个大师求就放在我们这个木影箱里面的 咱给它扔了 但是你没说不能捡回来是吧 咱们就把它给捡回来了 再把它放回去 下一个任务 咱们就先不看评论了 因为我们之前有个评论还没有完成 就是说我们要去打火系道馆嘛 火系道馆上一次由于我们只有一个水系的精灵 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暴力龙 所以说当时没有办法打败那个火系道馆 时过境迁不一样了 咱们现在拥有着众多水系的神奇宝贝 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去挑战一下火系道馆了 抓个苍想 这闪光已经满足不了你了 还有这么多要求 甚至还要求是六威 以外刷新的精灵好像是刷不出来六威的吧 呃我们尽量最好还给大家抓一个闪光 那如果大家还想折磨力磨人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出你的想法 简单过3000呢 我们就光速给你下一期 我们首先准备一下 然后去打火系道馆吧 目前我们水系精灵有 甲鹤人蛙100级 盖欧卡70级 暴力龙100级 还有一个水军 火系道馆上一次我们来过 找了很久才找得到的 都是咱们上一次探索的地方 非常的多 终于是找到了 我们把无极泰纳放在最前面 种族值最高的那个精灵 看看对面会怎么样呢 对面使用了煤炭龟 那问题不大 他的攻击力不是特别强 我们就用宇宙力量 借助这个机会 提升我们的防御力和特防 成功使用一次 再来第二次 使出吃烟袍小虎了 吃烟袍小虎的攻击还挺强的 但是我们使用了三次宇宙力量 打在我们身上应该不怎么痛了 第四次宇宙力量 对面挑衅了我们 只能使用攻击技能 没有办法加强了 来一发 极巨炮 伤害非常爆炸 吃烟袍小虎还成50%的血量值 再来一发 极巨炮 哦 换精灵了 这个火神鹅也扛不住 我们这极巨炮的威力啊 如果他们是极巨化的话 这个我们这极巨炮的伤害 能再乘以二 更不错了那就 再来一发极巨炮 还成30%我猜他要换精灵了 又有机会可以使用宇宙力量 那我们就用宇宙力量 OK 非常nice 这已经使用了四五次了吧 再使用一次宇宙力量 可想要是我们这无极太难 防御和特防不得了的高啊 最后再使用一次 啊 已经无法再提升了 顶级了已经 首先给他来一个剧毒 给他挂一下那个毒液效果啊 挂了毒液效果之后 我们的毒液冲击 伤害是65 因为他是处于中毒状态 所以他的伤害可以来到130 nice 看好我们这个伤害 怎么样 所以非常 怎么也不高啊 打不死他了还 渐渐的 由于他中毒的原因 所以他扛不住那么久了 回血迹竟然跟不上了 好 还有4.6% 再来一个毒液冲击 看到没有 直接带走 下一位 达摩沸沸 也是一个火属性的神奇宝贝啊 废话 火系道馆肯定是这样的呀 老样子 给他挂个剧毒 哇 他伤害很高啊 我们的特防叠得已经很高了 他打我们 现在还这么痛 再来一发 毒液冲击 嗯 换精灵了 又换吃眼袍小虎了 老冤家了 来 给你挂个剧毒 刚才你不是换下去吗 哎 挂了个毒之后就换下去了 换了个达摩沸沸 这 这 这 你们怎么换也没有用的呀 哇 换了个烹头小丑出来 老样子啊 给他挂个剧毒 现在他们全部已经是有剧毒的状态了 再来一个毒液冲击 怎么感觉 无忌太大 好像能一串六啊 看看是不是啊 哇 这个伤害真的高 再来发毒液冲击 要狗蛋了 要狗蛋了 问题不大 还有11滴血在撑着 哦 对面又来一个烈焰猴 一串六确实是有一点 为难我们无忌太大了 要是有些不忌 确实可以打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五个精灵 上次固拉多吧 因为我看了一下 这个精灵 他们的弱点 除了水系 就是岩石鲸和地面血 我们的固拉多 非常的适合呀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个飞翔是什么效果 因为我们不是刚刚让固拉多飞吗 让固拉多飞 必须要让固拉多 学习一个飞翔的技能 所以我们科技的手段 稍微改了一下 这边使用个大地之力 啊 又换精灵 煤炭龟 一个大地之力 一半的雪没了 再来一个大地之力 9%了 我猜他应该要换精灵了 完了 给他换上烧伤了 问题不大 他这么点血 残废了已经 OK 过拉多完成了他的使命 现在该甲鹤人蛙 上场了 我他妈来了 我们首先一个飞翔手里剑 只要把他打死 我们就可以mega进化 5% 你死前还能把我给换掉 我们甲鹤人蛙 应该带70p带的 但是打的比较仓促啊 就没有鞋带了 要不然我们甲鹤人蛙 这会儿已经可以完全收割了 对面血量都很残的 哎呀 让老牌精灵出场 暴力龙 上来直接一个 盖欧卡 冰冻光束 成功带走 残血的煤炭龟 冰冻光束 带走 试验袍 笑虎也是 血量特别低 冰冻光束 没想到最后完成收割的 不是甲鹤人蛙 是盖欧卡 那么也是完成 获得了一个火之徽章 总体来说 还是比较轻松的 我们可以跳下去 回到主世界了 那么想要跟小丽一样玩到同款的神奇宝贝 大家可以留下小丽面前的这个神秘代码 然后打开你们的球球 群文件就可以下载了 非常的简单 大家可以截图保存一下哈 等待boss的过程中 我们把这个火之徽章放在了胸前 有没有一种可能像我吃东西残渣掉在了衣服身上一样 挂机了好一会儿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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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出来了 看看是不是闪光的 很可惜 这个不是闪光的 虽然它不是闪光的 但是它是带剑的 我们先来个十字减 伤害不太高 那我们先换精灵 抹点它的血量值 再换猫幼斩 用点到为止吧 再来一个暗息药 再来一个暗息药 来 最后一个暗息药 来16%了 可以换精灵了 猫幼斩 出来吧 哇 这个伤害真的高啊 猫幼斩差点狗带了 点到为止 好 0.5%的血量值了 这个非常好的机会 精灵球 超级球 有猫幼斩 真的很好用啊 两发 就成功捕捉到了 还可以 还可以 今天的收获蛮大的 成功打败了火器道馆 并且让咕拉多飞起来了 最后还抓到了苍响 把苍响拿出来 看一看啊 这个苍响是自带腐朽的剑的 所以就不需要我们去找了 OK 那今天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想要丽某人做的 可以留言在视频的评论区 点赞过3000 小鲁光速更新下一期 大家再见 拜拜